嘉義水上香區公所 大門外頭民眾排排座 大家通通都是為了紓困金而來 但怎麼申請 要準備好什麼文件 通通一頭霧水 紓困金之亂持續上演第二天 讓嘉義縣長翁張良也看不下去 那我是建立中央 那如果說這樣的一個 紓困的對象跟條件 在我們現有的大數據的系統裡面 是可以撈得到的 那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資格 那我是認為應該用 所謂的通知這個方式 而不要用申請制 直接向中央喊話 既然有大數據 乾脆直接通知發放 不該擾民 連承辦的基層人員 也被拖下水 舉辦相關的說明會 那讓這些公務人員 跟農委會的從業人員 能夠徹底了解 這個政策的狀況 那一方面可以做好的說明 二方面可以減低民怨 全台各地上演紓困金之亂 蘇院長大推補助政策 這個好意 連自家人 立委王定宇也直接炮轟 中央應該道歉 我覺得行政院應該先就這兩天的亂向道歉 他宣布吳家寶有工作人士 即日起開始 我覺得第一個亂就是來自於這裡 地方的區公所根本都還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你宣布即日開始 有人會急著馬上就去問 那跑了一趟沒有得到結果 第二天再去問 公文當然還沒下來 那這個造成的民怨 其實是我覺得應該要表示抱歉 為了領一萬塊的紓困金激起全台勞工民怨 承辦的第一線人員也每天加班壓力大 甚至還被當成出氣筒 紓困金亂象 不知道蘇院長看到沒 記得嘉義台北綜合報導